我爱的感情 拼多多提醒您本期看点 拼多多6189块9 抢1万台夜星电视 这是一场关于爸爸的抉择 孟美琪 杨超越 陈飞宇 董立 汪苏龙 荷兰动 是什么才艺 让爸爸们目瞪口呆 转过去一个舞蹈动作 然后一转过来的时候 就变了一个美头 是穿剧的变脸 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嗓音条件 是吗 对对对 放风的 室内可以放风的 对 越扯的越是真的 A-6 爸爸的选择 你能猜中吗 是 社交软件加庆家发的 第一个表情吧 孟美琪选择地呵呵 7号 他跟庆家发 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拿手连衣歌曲 最得自信 这个很容易连衣 选择这一首 选择这一首 爸爸演到后面卖摇了 可不要上晴天 不如温柔同眠 爸爸们都开了 我们看看爸爸们的选择来 爸爸们最爱的表演来了 快进去你被关在外面了 杨超越你在笑什么 一 二 嘿 嘿 果然是高端赛 二岁来还想吃吗 我不叫胃 我叫厨宇荀啊 真的好笑 大家最重要的是开心 最开心的啊 记忆大目的 你对爸爸了解不上 爬墙出去相亲的 父亲介绍的相亲对象 会计员 走 三十三岁 马上 马上 请看爸爸的影片 加特 等一下 散布之前要干嘛 没事 没事 不可能 两点多少 两点多少 你问我 九点半 没有那么晚 九点二十五 没有那么早 走 今晚祝爸爸们节日快乐 我们青月大 加特 阿 Freiheit 哈 2014 歌 二十二 合理 一 I love the family Daddy Shark Grandp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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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rk 欢迎大家来到由Vivo冠名的快乐大本音 我们是快乐家族 好 那今天呢是父亲节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节目要送给父亲 同时呢我们今天也请来了一位新的好朋友 欢迎荷兰动 你紧张吗 紧张吗 紧张 电视看了我19年 我看一次看 不是 我们没有看你19年 你看了什么 我看了你的19年的 看着你长大的 电视机里的你们 豆豆19岁 然后他主演了最好的我们这部电影 对不对 6月6号跟大家见面 是不是 好 欢迎荷兰动 欢迎 欢迎 大家对自己的爸爸是不是很了解 我们可以先简单地做一个测试好了 爸爸喜欢什么颜色 豆豆你爸爸喜欢什么颜色 你紧张了你紧张是因为上大名紧张还是因为不知道爸爸喜欢什么颜色 两者double了啊我觉得我觉得应该是绿色吧因为我爸爸是军人哦爸爸喜欢绿色啊我爸爸喜欢肉色因为我爸喜欢做肉 我我家菜都我爸做 我家菜都我爸做 看多了也就喜欢上了是吧 我来问一下那个 下一个问题吧下一个问题吧 佳哥佳哥逃避问题 我爸爸就是喜欢单纯的颜色 我爸爸也是 我爸爸喜欢白色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她很喜欢穿花衬衣 我爸也喜欢声色 因为泡 我们今天是这样 从我这边 我跟逗逗和欣欣 我们是一对的 佳佳涛涛和浩飞是一对的 那么我们会通过 很多不同的内容 来了解我们的爸爸 关注一下我们的爸爸 如果我们在今天的 任何的过程当中 我们对任何的问题 任何的答案有疑问的话 我们都可以用百度APP 来查证一下是不是属实 另外呢 我们今天有一个大活动 就是我们大家可以下载 百度APP摇一摇 会有一亿个大红包 最大的一个红包呢 是二千零十九元 二零一九 同时我们还有一万台的 小度智能音箱 打开这个独立的软件 然后摇一下 哇 又可以了 好多吃饭 太压开就可以了 要赶紧下载百度APP 来跟我们一起抢红包吧 好不好 好 我们赶快看一下 今天来了哪些 可爱的朋友们 欢迎他们出场 哇 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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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ber的只是 核霸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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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 sell 我像任何时 广阖 员 超颜 忍 谢谢 谢谢 斗笠在最无助的时候 居然在陈飞宇身上找答案 郭老师 郭老师 陈飞宇女她没有跳 我忘了 好 欢迎这六位 欢迎 我们还是给大家打打招呼好不好 先整体来一个吧 你们是有 支付宝男女团 一个支付宝男孩女孩团 这样好 对不对 一下就洋气了一点 好吧 来来来 站起来 还是坐下吧 坐下吧 还是 一个O 有点真思不齐这个 这个是 你们这么站起来就打上面以为我跪着的 一直坐着 今天这是你们的位置 坐不到 不许站起来 来 准备起来 一二三 大家好 我们是支付宝男孩女孩团 我们是支付宝男孩女孩团 郭老师 他们两个又跳不好又说不清楚 但没关系 今天我们主要比的是跟父亲的关系 了不了解自己的父亲 所以支付宝对不对 那么还是一次来打打招呼 我们首先从杨超越开始 欢迎杨超越再一次来的快乐大饼 大家好 我是火箭少女101 杨超越 欢迎 恭喜阿超越最近有新的作品 然后又杀青 然后又有很多这个新的综艺 跟大家见面 下面我们欢迎孟美琪 欢迎美琪 大家好 我是火箭少女101的孟美琪 我首先祝贵一下美琪自己的那个新的歌 倔对不对 降 降 我这个倔和降我真的是搞了好久 我每次都说对的 然后我心想说千万不要说错 然后我又说个错的 没事 你说倔我说降吗 就当倔降 没有 但是有一点我是了解得很清楚的 他的这首新歌 降 对 就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是2019年的这个年榜的 一名好厉害 哇 对 那同时发歌的还有一个就是 你吗 对 对 因为我们那天发歌的时候 还互相支持了一下 有这种事情 对 对 他和那个孟晨那首乖乖 乖乖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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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同时也是这个 我们火轿少女101已经成团一周年了 我们要祝贺两位好不好 谢谢 了不起了不起 这一年成绩非常好 好 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陈飞宇 欢迎飞宇 这我做的时候 你就可以站 哦 可以可以 大家好 我是陈飞宇 我在电影《最好的我们》里 饰演的是 就是又能创 创又能那个 抓急 然后整个振华 能创又能做 整个振华可能是 最亮的仔 最亮的仔 好 下面欢迎董立 可以 可以 大家好 我是董立 好久不见 然后这次我是参演了 《最好的我们》 我在当中饰演的是 和于怀齐名的《孝草》 盛淮南 我接下来有一部戏 想找你们两位 对 舞出我人声 还在喊口气 真的吗 感觉票房会不错 你别说 我觉得很想看的样子 好 我们预祝这个 我们董立的 第一部大荧幕的作品 可以得到大家的好评 下面大家都非常熟悉 和喜欢的龙龙 王思龙 哈啰 没事 没事 哈啰 大家好 王思龙 好 今天呢 我们拿到了这个 支付宝男孩女孩团的 爸爸的愿望清单 父亲的亲愿 游戏规则 六位候选人的父亲 希望他们在大本营的舞台上 展示出隐藏的才艺 候选人 需要根据美轮给出的题目 说出自己的故事 可以编造 也可如实回答 两部队人根据候选人的描述 判断真假 如果猜对 则候选人加入该队伍 反之 则候选人进行反选 第二个题目为 带美童 爸爸会希望孩子表演秒带美童 是的 这是情报 这就得从我小时候说起了 哈哈哈 那个时候小时候啊 我在线上刚刚流行美童 爸爸很喜欢 哈哈哈 爸爸很想买一个带 但是他又怕自己不会 对 然后就让我 你塞到你眼睛里面 哈哈哈 就买了一个 娜娜看上面 哈哈哈 哈哈哈 首先排除娜娜 娜娜肯定是可以排除的 因为这里面还是会有一个 不同的年代 不同的年代 会喜欢对 对不对 因为这是待机会 因为男孩女孩团是一起的 我们很团结 今天是我们成团的第一天 也是最后一天 对 所以你们会很珍惜 而且也能排除掉 男生带美童的可能性 但是我记得龙龙有过一些造型 是会有美童的 哎 没有错 尤其这个 我父亲也很支持我 在这一方面 哈哈哈 哈哈哈 是不是爸爸都喜欢在美童 只是没说出来 因为其实太美童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因为就是有时候眼 那个美童比我眼睛还大 哎呀我怎么塞进去呢 就是我要不断地练习 你这么说我就不爱听了 哈哈哈 反正我肯定觉得不会是陈飞鱼 这边有人 不对不对不对 怎么我无法想象陈凯克答应说 哎 儿子带个美童吗 哈哈哈 我 哎 我父亲也很支持我带美童 哈哈哈 真的 这个环节太好笑 硬讲 每个人 因为我们家吧 我们家每个人的眼睛其实都很大 但你看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其实挺小的 在我们家属于 你跟我比起眼睛谁小啊 还是你想 还是你想 孙跑哥 对不起 我不熟话 我不熟话 我记得我六岁那年 有一天我在练钢琴 然后他拿一盒美童过来 啊 他就说他说你应该带的这个 对你眼睛有好处 你的视力肯定会 对视力会变好的 美童不是对视力有好处的 哈哈哈 我给大家一个讯号 我刚刚上台上台之前 那个地方不是很黑吗 我就看到飞鱼的这样 哈哈哈 他在带美童 是在点亮自己 哈哈哈哈 是的 我我为了带美童 我还要擅长 我还练练过一个技能 什么技能 就是我可以 我现在是双眼皮 然后我可以变单眼皮 我看看 这个一定要着重 三二一 哇 真的 变单 你每次带美童的时候 就先变单眼 对 我觉得这样 其实很简单 我们去观察一下 他们谁现在没带美童 就比较像是会等下 做这个表演 大力就是参加那个 带着美童参加比赛 不是 我带不带着别人 看不见到 他大力带着美童 再带那个面罩 你讲一下 那个鸡剑的头发 就是鸡剑的时候嘛 你就带着网 然后可能看不太清 然后带了美童 以后那个剑啊 就一根就变三根那种 哈哈哈哈 我觉得那边那个都不行 我觉得少女101 比较有可能 对 我们有答案了 我觉得 但是问题是每棋跟超越 你能确定是谁吗 不能 不能 看你怎么做 我直接看到网上 莫美其太尾 她可以单手 直接带进去美童 我也可以 我也觉得很厉害 这个超越也可以 我也可以 我们团队就是 转过去一个舞蹈动作 然后一转过来的时候 就变了一个美童 哇 是穿剧的变脸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表演 转过去就转回来 一共两秒你知道吗 转回来那一秒 Q圆了那个 后下一秒扔现在这个 啪 哈哈哈哈 哎 他们要不要下一次演唱会 就是大家集体这种轮换 哈哈哈哈 这咬带美的 哈哈哈哈 嗯 想想想啊 来 准备 三 二 一 一人一票 对 所以只有一个人 是拿对的 我觉得 好 那接下来就要揭晓 正确的答案 到底是谁的爸爸 希望自己的孩子 在快乐大本营表演 秒带美童 好 准备 哎呀 哎呀 来了来了 哈哈哈哈 那脸纯搜楼 哈哈哈哈 三二一 yes 呜 呜 呜 那超越你刚才笑什么 我们带的方式不一样 我是这样子带 然后孟美琪是不一样的 哈哈 来吧 我们欢迎孟美琪表演 秒带美童 这个表演好扯啊 我觉得明天会出现很多孟美琪通款 但有一个问题 没有眼没有镜子你也可以吗 我可以走路 然后坐车都不影响都可以 来 孟美琪看到 哇 什么东西 直接一直眼睛上加 哇 你看 啊 真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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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 哇 而且是指甲盖在戴 哎 你有一种在眼科工作多年的感觉 就是 何老师也是能非常会 我的隐形眼镜 何老师 但我跟他完全是反的 何老师一路戴隐形劲 让我快到 我以为他抛在空中 因为黄老师不仅会戴隐形眼镜 还会表演吃隐形眼镜 把里面 哎 我也有哎 我有多过我朋友的那个 对 就透明的隐形眼镜 然后他泡在那个水杯里面 然后我直接喝了 那以后你戴隐形眼镜 不用这个可爱 直接 好 那所以呢现在就佳佳哥这边赢了 你们可以决定要不要邀请孟美琪 加入你们的队伍 我们的回答就是 要 要 欢迎孟美琪加入到嘉嘉这一队 好马上来看下一个爸爸的愿望清单 广播站长的童子公 就是 呃从小学或者是中学开始就在学校 当广播站的站长 然后开始播音 广播站和童子公这两个词语都很 像是 对 对 很像是先那 他的演艺历长 大家知道 我以前是学播音主持的 误打误撞 做了主持做了主持 哈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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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题出来的时候超越又一直笑 是不是又是他 因为超越就是爱笑 其实这个就是我的 哦 你说为什么 因为广播站嘛 就我们那个村口有个大喇叭 啊 就每次都喊我 就说 开会了 到村口集合 送不锈钢脸盆和香皂 哈哈哈哈 这么具体吗 听到我都有点想冲出去 哈哈哈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他刚才说了一句话 他说每次都喊我开会了 他不是说每次都我喊开会了 哦 刚才这一段非常流利的讲述里面 因为一个这个词语的位置的问题 暴露了他是听广播的不是播广播的 不是你 是我 哈哈哈 其实是我 是你又来一个有小他的爸爸 其实是我 其实是我 你六岁的时候正在弹琴 你爸爸说 耳朵 哎呗每一头该去播广播了 哈哈哈 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参加了广播站 我从一年级开始到三年级都是在旁边听 四年级五年级我自己就开始播了 我觉得不是他因为发现没 所以你说不是他的事的时候 他会稍微有点着急 脸就会变一个那个颜色 啊 会比原来的深一点点 我说我怎么脸那么烫啊 不是 你现在脸超红他就 我觉得不是 你也是广播站的 其实是我 其实是我 就是其实 老天队员是公平的你知道吧 就没有给我们一个很协调的肢体 但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嗓音条件 是吗 对对对 就是我在那个初中的时候 然后因为一些跟同学发生了矛盾 然后被老师抓到了那个广播台去念检讨 然后老师突然发现 哎 这小伙子嗓音好啊 然后把我留在那边以后 就做了小广播员那种 因为我声音还比较憨厚嘛 就觉得很诚恳的感觉 哪里 哪里诚恳 小时候嘛 对 那就别穿我台 那姐 我反而怀疑汪苏龙 我觉得汪苏龙肯定从小就喜欢文艺这方面 对 其实是我 因为他们广播站可以放歌 我想说将来如果我当了广播站站长 我就可以放我自己的歌了 然后到了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终于有一次机会轮到我了 然后我真的在那个广播站里面广播了 然后并且放了我自己喜欢的歌 好 可以了 好 我们来做一个判断好不好 我们好了 那也好了 来 三 二 一 到底是龙龙还是娜娜 还是另外的三位呢 我们揭晓答案 哎 又开始了 什么 啊 是我 是不是 你 是我是 真的假 真的是你 故事是真的 是真的吗 这个故事这么真的好 这个故事真的好假 所以你爸爸希望你可以在大饼表演 你的广播站长的童子公 是 是 是 优秀学生 来 你有请这位最好的我们当中的好学生 好 这个太像学校的那个 太 太专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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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先哭哭哭两下 拍两下 那个才是学校的 清晃啊 对 大家好 首先请让我代表 全校老师同学 向高一年级新同学 表示热烈欢迎 相信大家可以很快适应这里的学习氛围 高中三年的画卷 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为什么这位校草有官腔 好 那下面就由我们董立来决定自己要加油哪队 选哪边你的得罪另外一边 为什么 我怕我拖累何老师 你就好意思拖累我们 说什么都不对 这是最温暖的一次被拒绝 好 来 欢迎我们董立加入围教的队伍 下面一个爸爸的愿望清单 来 请看 餐厅助唱的那首歌 汪素龙 那个时候我们中江啊刚刚出发 不用说了 汪素龙 汪素龙 那个时候刚刚刚有酒吧 不重要汪素龙 哈哈哈 你编都没编好 爸爸说的是餐厅助唱 你说到中江有了酒吧 哈哈哈 啊啊 k 你六岁的时候你爸爸不是说让你去助唱 哈 哈哈哈 我刚才提到我弹钢琴 弹了钢琴 带了美童 然后带了美童 然后 去广播站以后 去广播站以后 小学毕业了 然后小学毕业了以后呢 就得去卖唱 爸爸去卖唱 哈哈哈 你能不能模仿一下你爸爸跟你说那个儿子 你应该去勤工俭学去餐厅助唱吧 你爸爸怎么说的 来模仿一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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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儿子 这个歌 好像啊 好像啊 从明天起 你就开始 去咱们家落下那个餐厅助唱吧 好像啊 好像啊 然后那个小学毕业以后我就真去了 然后助唱了五年 呃 等会你小学毕业以后你唱了什么歌呢 呃 呃 唱的呃 唱了汪苏龙的歌 当时 哈 我听汪苏龙的歌 你小学毕业的时候唱汪苏龙的歌 哦 天啊 其实是杨超越 他当时有助唱五年 哈哈哈哈哈哈 对不起 就其实真的是我 哈 大家也知道我之前在餐厅打工 其实我还兼职唱歌了 哎 然后自从我在那里唱歌 那个餐厅生意 哼哼哼 哼哼 惨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其实我是也是在餐厅就是助唱 就是帮那个助唱加那个便丢家 哦 天啊 哈哈哈 这一轮汪苏龙非常沉默 我我真的越来越觉得是他 这个真的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解脱 那我就是怎么样就怎么说 我也不不是说要呃给你一个凑的导笑 争取什么的 嗯 我就是唱过然后是在假期的时候 然后当时就三个爱好就带美童 做广播还有唱歌 嗯 所以那个假期助唱那段时间都过得非常愉快 好 来吧 我们来投票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三 二 一 快 他们抄袭 你们抄袭我们的答案 对 你们不是选那个吗 没有啊 汪苏龙吗 为什么不是我啊 没事 同事选也ok啊 可以的 他可以反选嘛 看是不是啊 来 答案揭晓 怎么可能不是我呢 又还回 他 你们每个人动作每轮都是这个啊 哇 哇 真是 真是 因为我选这个的时候 他我们的队员所有的人都是笑我 你是真的上完小学去出唱吗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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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的 哦 我就是喜欢弹吉他啊 我就自己学了一下 然后呢我那次是出餐 然后晚上没事我和这个朋友一起 然后到了一个也不是餐厅是个酒吧 是娜姐那个酒吧 对对对 因为我平时一直在练嘛 我心里就特别痒 我说我能不能上去弹它 然后我跟那个人那个助唱的人商量了一下 然后呢他就把吉他给我了 然后我就真的就弹了一次 来我们欢迎飞羽 哇 这个是他的爸爸希望他在快乐大饼表演的 就是吉他弹唱 谢谢 好 好 那因为我们大家都猜对了 参选吧 对 我觉得吧我们不会拖累何老师 耶 来来来好 欢迎飞羽加入我们的队伍 好还有三个愿望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来 新一轮的题目 新一轮的题目为 放风筝 算王苏龙巧身如簧 带美童做好高 唱歌放风筝 然而还是被何老师当场识破 我现在有经验 越扯的越是真的 我们选王苏龙 就是我 我所谓的 贼承天童和老师这一对 现在场上仅剩下 娜娜和超越 他们俩的伶牙力齿 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 我们拭目以待 火花四处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好不好 来请看 嫩菜 小时候我在中江的时候 我每天放学以后就会去买菜 各种各样 我爸爸每天就会告诉我买什么菜 每天就是有一个小单给我 那个时候就认识各种各样的菜 我小时候就是 我爸就领着我到处认菜 我说爸我想吃那个丝瓜蛋汤了 然后我爸就领着我去我大伯家 转一圈 为什么 因为就是我爸说了就是说 我说爸我们去买一点吧 我爸说没事没事 你家大伯种了 先去我大伯家烙火磕 烙火磕 然后就走的时候 就顺带烧上两个丝瓜朵 会认识好的菜 该不会是爸爸在屋里陪大伯聊天 放你出去就说你 爸爸拖住大伯 爸爸拖住大伯 超越负责去捞丝瓜 对 很有说服力 这两个都很真实 是不是 而且他们两个 娜娜我是知道是会做菜的 没有菜不会的 准备 三 二 一 我们选超越的原因是 大伯的培训 不是白培训的 大伯将当年种那么多菜 肯定是有用的 我想谢娜是 他在这个舞台上想表演什么 就可以表演什么 好 也有道理 也有道理 好最后这个愿望到底是谁的 爸爸的愿望呢 我 我在斗里 好 对了 又有一名 我以为他们俩有段舞蹈 不知道 那么想着为什么这一段舞蹈 马上就起伴着走路 因为她俩刚才动的一模一样 好来吧 请认菜吧 请开始你的表演 这一个 这个比较厉害 香菜 这个是线菜 这个芹菜 对 这个是紫苏 这个是娃娃菜 因为是很小吧 所以就娃娃菜 她有没有可能长大成这样呢 这个是黄牙菜 娜娜你认的吗 我认不认得不重要 我让大家看看百度 APP认不认得 你说了不算 百度是 APP说了算 打开这个相机一拍 白菜 你说它叫啥 黄牙菜 黄牙菜 再问一下百度APP 大白菜和黄牙菜有什么不同 请问大白菜和黄牙菜 有什么不一样呢 广播站的童子宫 大白菜和黄牙菜 就是同一种蔬菜 就证明那个 我们超越也没错 百度APP呢 除了可以拍菜之外 你还可以拍花 拍题目 拍照翻译 用这个百度APP 一个软件就可以了 要赶紧下载百度APP 摇一摇 可以抢一亿个大红包 不仅有2019元 还会送出一万台 小度智能音箱 打开百度APP的首页 稍微摇一下 就会有红包了 多少 我抢到了2019元 为什么我摇不出红包啊 你就用浏览器打开百度是没有的 你要下载百度APP这个软件 是这样 另外呢 现在很多高考的考生正在填报志愿 百度APP今天推出了一个报考神器 就是它能够预测你的录取的这个概率 到底是多少 最适合你的学校是哪个 用语音搜索高考 就可以找到这个报考神器了 哎呀 我当初就是报清华 跟别人撞车了 大家赶快去下载 百度APP语音搜索高考 摇一摇 今晚的大红包等你哦 好 提醒您稍后看点 爸爸们最爱的表演来了 快进去你被管在外面了 杨超愿意在笑什么 一二 果然是高端赛哦 还是来 还想吃吗 我不叫胃 我叫厨宇群啊 真的好笑 那大家最重要的是开心 是开心的啊 快乐大本营首期合作伙伴 拼多多 拼多多618 9块9 抢1万台业心电视 Vivo快乐大本营 下节更精彩 Vivo快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 欢迎各位回到Vivo冠连的快乐大本营 我们是快乐家族 也欢迎大家使用微信摇椅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迎娶Vivo提供的惊喜大礼 拼多多618大醋9块9 一万台大牌夜心电视等你来抢 感谢首席和作伙伴拼多多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富清节 我们快乐家族也一起拍一个合影 来打给我们的爸爸好不好 好 来 好 来 好 来一起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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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欢迎大家来到快乐大饼和拼多多为您联合打造的百姓幸福生活创意体验秀 这一波 好烈 感谢首席合作伙伴拼多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拼多多618大促9块9抢1万台大牌液晶电视 投手说今天很巧这一波好溜刚好6月6号上映电影最好的我们 所以呢刚好也今天这个首饰也送给最好的我们这部电影 6666好的那么今天呢也是父亲节 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请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平凡的朋友们 他们在自己生活当中非常多有趣的创意 我们把今天欢乐的表演送给所有的爸爸 首先请看第一组的介绍 达妈们爱广场舞而大爷们呢就是豆 宽 竹 今天来自西安的大爷将这项中国传统文化玩出了新高队 赶紧来看看吧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要传球 要传球了感觉 快进去 你被短在外面了 他要怎么进去呢 翻轨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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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开 开 你不下来 谢谢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谢谢 来 我们请出其他两位 首先来打招呼好不好 来 我叫长山心 因为我原来身体不好 免疫力低下 容易感冒 最后练了空主以后感冒就减少多了 慢慢就好了 太好了 祝您健康 来 苏德哥 我是叫苏兰庆 整个练空主以后啊 现在这个为这个弹职导流啊也好了 那么来 石德哥 来 我叫石进学 来自西安 我以前学雅高 走路啥都有点担心 但是越抖 空主精神越好 现在六十多岁的人 三十岁的心脏 真好 空主是个宝 健身不能少 空主抖一抖 活过九十九 今年过节不守礼 守礼只守小空主 好 谢谢 请休息 好 谢谢 好 下面请看第二组 做人呢 最重要就开心了 饿不饿 煮碗面给你吃 一家人最要紧的是整整齐齐 是不是活塞来呀 今天来的李渔如呢 让你更追忆 更有feel啊 一起来看看吧 试试不展现真正的技术 喂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啊 饿不 煮碗面给你吃啊 那 做人呢 最重要就是开心了 哇 好像啊 哇 好像啊 这是原本啊 对啊 想喝甜汤了耶 其实他是很年轻的 不然我以为当年看的那个港片就是他配的 我们再听几句好不好 嗯 再来一个 试试不展现真正的技术 哼 到了今天我出入永寿宫 而你就在延启宫 那就是说以后我要你怎么样 就怎么样了 哇 那个口吻好像啊 太有感觉了吧 我们掌声欢迎李儒儒 哈喽 儒儒好 老师好 欢迎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有看过他哎 我在那个短视频平台看过他 很厉害的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大家好 我是李儒儒 然后我现在是一名主持人 所以你是做什么类型的节目 我现在是做美食节目 你是怎么发现自己可以把这种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香港电视剧的那个配音 学的这么的形象 就是我从小在家看那个TVBG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讲话就很有特点 就很喜欢说喂 闹 然后什么都喜欢在后面架口 那个啊就是不是啊 好不好啊 我就发现他们都很喜欢加这个 然后我就自己对着镜子学 你有发现自己默默的声音 也变成有点像 对 然后我妈就给我打电话说 你最近感冒怎么还没好 你后鼻音真的很重 而且很有趣的是 因为我看他的那个 发的那个短视频 下面的评语就是说 真的就是这个声音 而且我觉得好像那个TVB的剧 男的统一是一个声音 女的统一是一个声音 所以彼此都会有点像 是 就是评论里面他们会说 原来TVB的配音演员 到现在还没有老 不是我 不是他 好 如如今天挑战一下 因为刚才那个情境 是非常TVB剧的情境 我们试试看如果是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偶像剧的桥段 如果用TVB配音的感觉 重新演绎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请一位男生出来互动一下 好不好 董力 你跟那个 如如一起配那个 都挺好 好不好 都挺好 都挺好配起来苏大强 对啊 不会吧 对啊 爸 您别这样好吗 您消消气啊 消消气 您这样闹吧 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 对吧 要不您把身体再给气坏了 就真去不了美国了 您看 先起来 咱坐下来一起商量一下 怎么解决好不好 去给爸倒杯水 让爸缓缓 我想喝热魔咖啡 真的 这是左腰的鼻祖 没事 你只有一句台词 好重的台词亮了 只有一句最关键的那句 对 好 来 好 预备 开始 老爸 你知道大家都很担心你啊 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开开心心嘛 再说 发生这种事 大家都不想的 笑口常开 好彩自然来嘛 不然就真的去不了美国了 喂 明成 快给老爸端碗糖水啊 明成 我只想喝杯手磨咖啡啊 好啊 好啊 但是在我们香港呢 我们都是喝鸳鸯的啊 加点奶酱吗 加点糖 很棒很棒很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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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 精彩 好 我们来看最后一组 想吃到实节手中的独家鲁味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你 必须 要 赢 她的绝上三招 锤子 剪刀布 不信 你也来试试 我看过这个 试试不展现真正的技术 想吃我的鲁 第七块 这块 啊 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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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什么意思就是说赢了他才能吃对不对 对 请到处了好不好 来 我们有请 徐姐 你好 欢迎 好乐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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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是很了解刚才这个 但是 你这个好香啊 香不香 喂吗 哇 真的好香 猜一下你们 香不香 都闻一下吧 你们待会儿赢了才有啊 对 来 徐姐 徐姐 不用每个人闻 我们都闻得到 来 闻了还不让我们吃 哈哈哈 让他们尝一下 待会儿来赢我的 哈哈哈 所以你的意思是 你在做销售 嗯 对 然后你的秘诀就是跟 猜拳 赢了就可以免费吃 赢了就吃我的这个 哇哦 你没有输过吗 哎 肯定没有输过 真的假的 啊 嗯 试一下呗 我不信 来 拉姐 我们来四 你第一把就会输 好 我咋去嘛 来嘛 我咋去嘛 来嘛 我咋去嘛 老乡的嘛 我咋去 一把 一 二 二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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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果然是高端赛 哇 拿走 拿走 别客气 尝一个呗 果然是高端赛 哇 还有谁来 还想吃吗 老老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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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排队嘛 排队嘛 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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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一 二 嘿 哎呀 拿走 别客气 拿走 别客气 还有谁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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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好棒 你来 好吃吗 还是来 还想吃吗 你来 哦 你来 嘿 嘿 嘿 哎呀 拜拜 回去洗衣服去 嘿 拜拜 嘿 回去写作业吧 嘿 拜拜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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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嘿 嘿 拜拜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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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输了 吉他了 徐姐 怎么发现你石头剪刀铺这么厉害的 这个嘛 经常玩就厉害了是 但是你要气势要足啊 先把他们下手再说 大多数是赢的 他大多 对 他几乎百分之七十以上是赢的 对对对 我觉得他有个很强的状态 就是怎么用的 啊 十一步这 啊 十一步这 就给人家人生安排的好好的 七四要除了 拜拜 对 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非常 你非常喜欢你的工作 对 对 喜欢他在那边做好吗 累不累 有点有点 哈哈哈 哈哈哈 很有那种四川女生的那种感觉 我知道 两次我都能玩 一定要来给我猜拳哦 好 我们记住了徐姐 我等着你们 来 请站到舞台上 我们也请前面的朋友也回到舞台 我们要开始投票了 各位请选择 好 谢谢我们公布观众们的选择 请看 得票最多的是我们的同行美视节目主持人 然后很会配音的李如如 另外呢我们其他的朋友也都有不少的支持者 我们在这里呢 要首先把我们今天的这一波好六的宣章 来送给我们的李如如 送给她 谢谢 好 祝贺如如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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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那个感觉发表一下得奖感言 就一句就好了 准备 开始 喂 真的谢谢你们啊 谢谢大家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波 好六 做人呢 最重要的就是 大家开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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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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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这一首 爸爸演在后面漫游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VIVO快乐大本营 现在继续 欢迎各位回到VIVO冠队的快乐大本营 我们是 快乐加油 我们本期的快乐图书室呢 我们会以获胜队伍爸爸的名义 向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霸河镇勇敢小学 来捐赠一间快乐图书室 温暖有你快乐出发 好 接下来我们请出了一个爸爸大联盟 我们看看我们到底能不能了解 爸爸们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 好不好 欢迎爸爸们上场 好 爸爸 爸爸 我们去玛利亚 有我在这天不怕也不怕 宝贝 宝贝 我是你的大叔 一生给你看人处 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四十位爸爸 欢迎你们 让我们一起对爸爸说一声 父亲节快乐 接下来我们会出一些题目 你怎么了 最后一排是我舅舅 哪个是你舅舅 真的是我舅舅 最后一排 38号是吧 看到你突然 你知道的吗 还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 回头看到豆豆眼就糊了 看到舅舅来了 看到家人来了是吧 对 所以希望你跟舅舅能够信有领心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分两队 要猜我们台上四十位爸爸他们的心声 好不好 来 我们首先看第一题 来 请看 社交软件加亲家 他的第一个表情包是什么呢 我觉得相同事员不错 好 来 各位爸爸 请选择选择好之后藏在身后 不能再动了 爸爸们请选择 我们好了 你们好了吗 来 3 2 1 好吓人 不能改了 我们在A跟B之间非常犹豫 我跟董立两个人坚持觉得 如果是发给亲家的话 就说我们就是 那就肯定是一家人 大家就一起 一定要手摆在一起 但是娜姐呢又觉得 爸爸很喜欢花 爸爸喜欢花的那种 然后很讲究就是缘分这件事情 所以在我最后的关头 我们还是选择了B 孟美琪选择D 呵呵 不 因为我爸妈就会给我发这样的表情包 因为你不是她的亲家 对 然后那个荷兰豆也觉得是呵呵 我也觉得是B 然后超越也觉得是呵呵 我觉得是A 对 你跟我们选择A 然后欣欣觉得不太会是B的原因是 我觉得B就是亲家之间互相要先摆一个高姿态 就上来之后我先发到后 我要证明我是高一点的 不能上来就一家人输掉了 就是对 就是现在亲家会说 为我们的友谊干杯吗 这个不会 那个首先第一点那个词就不对 都是亲家了不是友谊 另外一点我始终觉得这样的图 应该是跟长辈开玩笑 不会真的有长辈发这种图吧 哪个呀 哪个不会发 C啊 对 在我家里群里看的最多的就是这个 你以为在开玩笑长辈是认真的 不可能吧 是真的为友谊干杯 但是长辈是真的会发呵呵吗 不会的 会 对 这个表情长辈都是不一样 我们来解晓吧 解晓 来 我们看看爸爸们的选择 来 3 2 1 请选择 你看 B 有可能 没想到是D 等一下 A 有希望 你看 没想到是D 对 很多家长们就是喜欢用D这个表情 因为爸妈觉得那个不是呵呵对不对 对 他们觉得这是微笑 对 那这样 讲这一轮 今天选了就算了 以后我给你们普及一下 这个是呵呵的意思 很容易伤害到亲家的 这个表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境就是 冷漠 还好 还好 聊不下去了 不是微笑就是我很nice meeting you 对 我很高兴认识你这个 7号的爸爸选了C 他跟亲家爸的第一个图是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这个我为什么选C 是因为有一次然后我 爸爸你是不是只看到干杯两个字 是我岳父然后过生日 过生日 然后我就给我爸打电话 我说岳父过生日 我说你微信给他说点什么吧 然后他就发了这张图片过来 对 爸爸是不是刚刚喝过三轮也好发了 我觉得这一轮美琪跟豆豆可以不用喝 因为他俩说D 真的 还是对的好吧 A多一票 对 我选D的 最多的是A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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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十四 哇 差一票哎 29好惨 A赢了 啊 啊 恭喜 空欢喜 相逢是愿 好吧 让我们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哎 哈哈哈哈 好下一题请看 我就不信 我又不信 我们一个都对不了 爸爸们最忍受不了的装修风格 那么A呢大家看到是一个彩色地贴的这个厕所 好 感觉在整个厕所底下都游着很多很多的这个鱼啊 井里啊 来看B B是给冰箱穿婚纱 空调 空调穿婚纱 C是中爱一生的衣柜 好 D是 就是整个房间都贴满了那个彩绘 好 好 同样是请爸爸们先来选择 我觉得这题应该改一下 应该说爸爸们最喜欢的装修风格 好 有几个爸爸说四 感觉眼光里面对四种风格都很幸福 好了 我们好了 我们好了 来 准备 3 2 1 双方再次达成了共识都选A 就是这个风格我觉得爸爸们会接受 但这张图太超过了 我从远处看 我以为厕所是一堆乱七八糟的衣服在那里堆 我们这边欣欣提出了一意 他觉得这张爸爸们会喜欢 因为 因为爸爸们到这个年纪真的很喜欢钓鱼 就是这个是很多爸爸的一个业余爱好很重要 对 我们关于B有个很有意思的讨论 豆豆说不行 说爸爸们不喜欢蕾丝 蕾丝 然后汪苏龙说 爸爸们你不在乎蕾不蕾丝 爸爸们只想把一切都包上 不管是遥控器还是电视 就包上就对了 好 到底爸爸们的选择 到底是不是A呢 还是有可能是另外一种风格 我们不知道 爸爸默默的最忍不了 请看爸爸们的选择 真不了解爸爸 终于选对一次 还是跟那边组一样的 谢谢 谢谢爸爸们 你所谓最年轻的那个六号爸爸 他喜欢A的 他喜欢第一个 不是 他更不喜欢C B全票通过 第四个 我想问一下不喜欢B的那个爸爸 不喜欢把东西包起来吗 九号爸爸 九号爸爸 你为什么最不喜欢B 因为这个空调用的时候本身叫三月吧 三月 三月 他给他包起来就怎么回事啊 是的 会起火的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理工科的爸爸 他非常懂得这个物品 家电的这个使用原理 那冬天呢 冬天包起来是不是会 冬天你也可以搞个简单的布 或者一个什么做个那个套子 所以要 我冬天要制暖 也要开到 不不不冬天是给他制灰吗 给他制灰 我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十三号爸爸 你是很能接受一号那个洗手间吗 那还可以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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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一边 关上 待得下去啊 待得下去钓鱼了你说呢 哈哈哈哈 是不是喜欢钓鱼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 爸爸笑死我了好 好我们恭喜大家这一题都过关了 我们看最后一题 以上哪首歌是爸爸当年的联谊歌曲 A 星雨 B 知心爱人 C 选择 D 新鸳羊蝴蝶梦 有请星雨这首歌 来表演一下 好 坐中间 来 加油 最好的我们耿耿于怀 来 这星期六月的期 历历下这星雨 想你想你 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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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想你 因为明天 我将成为别人的信仰 我将成为别人的信仰 让我最后一次想你 我选这首 爸爸已经在后面 很容易涟漪 爸爸已经在后面开始摇了 对啊 爸爸已经 爸爸已经在后面漫摇了 对 谢谢耿耿于怀 好下面第二首 第二首 知心爱人 好 来 谁啊 他好可 东北的都出来了啊 东北 预备走 来 不管是现在 还是在遥远的未来 我们彼此都保护好今天的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从此不再受伤害 我的梦不再徘徊 我们彼此都保存着我的爱 不管风雨再不再来 好棒 我选这首 选这首了 选这首 唱一首 很好联谊 好好听 下一首 来 我们来看 选择这首歌 选择 佳佳和美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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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选择了你 你选择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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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的选择 选择这一首 好听啊 这首 选择这首 爸爸们都嗨了 爸爸们都嗨了 选择这首 我们还有最后一首 最后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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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鸳鸯蝶梦 这个更嗨 可以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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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闻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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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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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是吗 这么高 好 来来 是要闻一个 我怎么找不到调了 我怎么找不到调了 没有 他很奇怪 他有一个是 是多是少 难吃足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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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来重来 不是 你不要管他 后面那个和弦 给你清前面那个调 是是要 是要 是要 对对对 是要 是要 别听伴奏吧 我对不起你 杨超越 等一下 跟你说 只要 跟我好吗 别让 现场的别让我跟你好吗 是要问一个明白 还是要装作狐狱 只多只少 难知足 三四个原谅终点 不应该 可是谁又能摆脱 人世间的被恋爱 画画世界 鸳鸯蝴蝶 在人间一时点 可不要上晴天 不如温柔同眠 爸爸们听到第四首根本忍不住 简直要冲下来吧 来吧 爸爸们请选择 我们也选择 这四首简直爸爸们都爱唱 陈飞宇和荷兰斗四首都没听过 因为他们才十八九岁 好 我们好了 来 三二一 那到底最后爸爸们更喜欢哪一首呢 来 请亮出你们的选择 哎呀 我们每道题都败北 我们不懂爸爸的心 真的耶 我们太不懂爸爸们的心了 我们问一下二号爸爸好不好 为什么你们会那么喜欢C这首歌 选择这首歌 因为本身在我们选择对象的时候 在这一块这个歌特别贴切 就是能够代表我们的心相互之间的 所以就选择这首歌 谢谢 谢谢 我们忽略了一个重点 是联谊歌曲 爸爸们省题都省得很好 就是哪首歌我熟 不是这次的选项 是哪首歌是我们当时的联谊的歌曲 哇 好了 来吧 我们最后敬爸爸一杯好不好 一起 我也不会改变决定 爸爸们身体健康 节日快乐 你选择 你选择 你选择爸爸节日快乐 这是我们的选择 我们最后一个考验叫做 爸爸的备忘录 今天呢我们这样 我们拿到了两个爸爸的备忘录 那么这些细节呢 全部写在了高墙背后的体板 以及在轨道上奔跑的小火车上面 那么每队每次会派出两位队员 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完整地说出每一条信息 好 第一轮是关于爸爸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 清单我们会交给海涛 好 来 董立身高有弱势 董立身高 董立身高有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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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这队里面最矮的两个 最矮的两个 然后他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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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豆 你这样说我就不高兴了 不高兴了 我更不高兴了 我本来想说还有心心呢 天哪 好 来吧 好 来 预备 三分半计时开始 来 让我们看一下 父亲介绍的相亲对象 都是谁呢 他蓝头很厉害 龙龙你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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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上去看 他一阵记不住 哎呀 哎呀 哈哈哈哈 娜姐看得非常的惬意 感觉都看进去了 有 我记不住 我记不住 哇哇 哇 哇 豆豆注意安全啊 豆豆 四岁人 二十八岁人 来来来来 我从你离开 千里之外 你无声黑暴 好好 现在娜娜记住一些了 小火车已经跑起来了 小火车已经跑起来了 好 娜娜快看小火车上面有 我是花车 我是花车 我是一个游戏 我是一个游戏 你是这个 你是这个 我们俩不是一队的 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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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这个 你去这个 OK 先试着去说一说娜娜 试着去说一说 好 欢迎来到公园角 来附近介绍的相亲对象有 四川人 二十八岁 有房 有带 没错 黄沙人 三十岁 三十岁 没错 有房 有车 无带 哎呦 长沙人这也说对了 走 哎呦 没事吧 我天哪 豆豆 哎呦 没事吧 我天哪 豆豆 哎呦 没事吧 我天哪 豆豆 四川人 二十八岁 四川人 二十八岁 有房 有带 哎 回答 正确 长沙人 三十岁 有房 有车 无带 哎 有他 男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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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同仁多大了 希望对方爱狗 你是个遥控歌手是吗 男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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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娜姐又来了 欢迎来到相亲角 四川人 二十八岁 有房 有带 回答没错 长沙人 三十岁 有房 有车 无带 回答正确 上海人 二十六岁 注册会计师 回答正确 还有三个人 爸爸还介绍了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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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介绍了三个 来告诉他 好嘞 那边好像爬墙出去相亲的 我男同仁 男同仁 男同仁 但是他们是帮网上 希望他们是最懂的 要不要过来试一下 来 走过路过别错过 好 来 又来了 又来了 那姐又来了 那姐犹豫了一下 大力来 刘洋人 刘洋人有 刘洋人多大了 我要提醒 2 27岁 游戏设计员 游戏什么员呢 会计员 游戏会计员是吧 走 走 走啊 好 王宋文快答 你们要不停的试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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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开心见到你 我的女儿们就交付给你了 好吧 你们先来 我们这边到底在忙什么 这两个小家伙 我一个都没进去 我一个都没进去 好 几乎 好 真棒 刘洋人 27岁 刘洋人 27岁 游戏测试员 游戏测试员 男生人 33岁 希望对方爱狗 安山人 东北的 没错 安山人 24岁 铝居塞尔维亚 铝居塞尔维亚 回答正确 走 还有三个 还有三个呢 你就只管三个 娜娜上 娜娜上 来 四川人 28岁 四川人 28岁 有房有带 有房有带 那个长沙人 30岁 有房有车无带 回答正确 那个 厉害 那个 上海人 上海人 26岁 26岁 注册会计师 注册会计师 对 那个 接下来是刘洋人 刘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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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岁 刘洋人 30岁 刘洋人 37岁 27岁 刘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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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岁是没错的 那个游戏测试测 游戏测 游戏注册会计师 测试师 测试师吗 测试员 测试员 测试员啊 然后那个 男通人 提醒的太明显了 太明显了 男通人 33岁 那个 等一下 男通人 33岁 马上 马上 男通人 33岁 那个 他希望对方爱狗 对 安山人 安山人怎么了 安山人 安山东北的 27岁 这个安山的希望早一点要介绍对象 24岁 24岁可以 安山人24岁 他现在旅居哪儿啊 他现在旅居塞尔维亚 恭喜回答正确 荷兰的汪苏龙 你们俩在忙什么 我觉得我们 我们这队出现一个决策性的失误 就是你要不停地说 你们俩一直忙上上下下 上下下跳 豆豆就跟长在那墙上一样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二轮也是最后一轮 我们这边要派出的是 陈飞与杨超越 谢谢 蓝队要派出的是 孟美琪李维嘉 爸爸一天到底会做什么 预备 稍等一下 我们最好的电影 最好的我们电影里面有个情节 就是在高考之前 他耿耿跟于怀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小记 好 是给对方加油的 好 我给你画 佳佳找了一圈没有人理他 来我跟你画 不不我希望你对啊加油 好 好来准备 爸爸的一天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呢 好 预备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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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八点十分 是 早上八点十分 起床是王生公园散步 早上八点十分 八点十分 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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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吃 吃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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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吃早餐 好 预备开车 八点十分 干嘛 八点十分 去王城公园散步 早上八点十分 对 去王城公园散步 去散步 去散步之前要做什么 去散步之前要做什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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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早餐 吃完早餐 去王城 莫美琪 吃早餐 你干什么 走 好 来 来 这边 你好 早上八点十分 对 到王城公园散步 散步之前要干嘛 没事 就可能 再去看一眼 和老李一起吃饭 老张 老李 早上八点十分 起床去王城公园散步 然后九点 你快 不然你又忘了 早上八点十分 对 起床 去王城公园散步 然后九点 上午9点 上午9点10分 9点20 9点半 没有那么晚 9点 走 走 9点一刻 走 走 孟茫起来了 不对 走 来 晚上6点15和老李一起吃晚饭 晚饭 饭 对 对 然后晚上11点58睡前看孩子的微博 对 什么晚了 赶紧还有三个你错 9点10 9点10 9 10 9 10 10 10 晚上6点15和老李一起吃晚饭 晚上11点58睡前看孩子的微博 爸爸 你来了 你来了 来 8点10分去王城公园散步 散步之前要干吗 散步之前出门 起床 起床对了 起床 然后下午2点 2点多少 2点多少 你问我 走 再去看眼 走 你现在疼了 怎么屁股又疼了 刚才是肚子疼 睡觉 睡觉 好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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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来 爸爸摔惨了爸爸我 加油来 冲美奇快点 8点10分 8点10分 起床去王城公园散步 然后9点29 然后做饭看财经新闻 去哪儿做饭 家里 那要说 回家 做饭看财经新闻 不一定要逝去对不对 晚上11点58分 带孩子睡觉 走 有无可忍 孟美琪说一个 来 孟美琪说一个 你刚才说对了 下午 下午2点34和老张喝茶看电影 对 8点10分 回 做饭 睡 6点10分 6点10分 和老张吃饭 好 错了 走 好 来 8点10分 起床去王城公园散步 对 然后 9上午9 9点29 9点29 回家做饭看财经新闻 对 然后那个2点34和老五 老五 老什么老张 对 老张那个 喝茶看电影 对 然后晚上6点15 对的 对的 6点15干嘛 晚上6点15 我 她 她 晚上6点15 老李和老李一起 干嘛 和老李一起干嘛 吃饭 吃饭对了 最后一个来 晚上7点58 11点58 看来 孩子为何 孩子为何 回答正确 我跟大家说 其实美琪跟佳佳 一度答对了四个只差一点 老王老张老李那儿乱了一下 我们首先 那个要祝贺黄队获胜 所以双方打个一比一比 但是我告诉大家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这一天到底是有没有依据的呢 其实这个是真实的爸爸的一天 到底是谁的爸爸的一天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来 请看 好 谢谢 这是美琪爸爸的一天 所以我爸 其实就是 他一天其实 做的事情就是 普通家长会做的事情 但是他永远就是睡觉之前 或者是早上起来 或者他没事的时候 一定都会翻我的微博 看我的各种各样的事情 然后就永远地在背后 一直默默地支持我 对 其实今天就是想问问电视机前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总是在父亲节的时候 会非常真诚地说一句 爸爸节日快乐 但是你真的知道 爸爸最喜欢的颜色吗 你知道他最好的朋友姓什么吗 你知道他的血码多少吗 你知道他一天从早上起来 到晚上睡觉 到底是怎么过的吗 所以我想可能在节日的时候 说再多次的爸爸节日快乐 都不比你 多了解一下你的父亲 都关心一下 这个为你充情变天的男人 所以我想我们说最多的就是 陪伴才是最重要的爱 所以也许是跟爸爸发的微信 也许是给爸爸打个电话 最好就是陪爸爸多一点时间 我们再一次去天下的爸爸 给你见他 节日快乐 天空的6189块9抢1万台夜景电视 马兰山颁奖典礼在先盛典 这次我们要颁的奖是好普通一个奖 入围的有刘维 汤维 乔振宇 朱亚文 普通大奖究竟花落谁家 普通如他们 落入人海 无人石 帘子拉开之后会有六十个人站在后面 三十个汤维 三十个刘维 我觉得我一眼就能瞄到 汤维姐好久不见 汤维姐晒黑了最近 我觉得汤维应该已经翻脸走人了 一秒钟我找不出战豪兄 我就不是九儿是九妹 开始观察 九儿还是九妹 谢娜在此一波 没有华丽舞台 只看普通演技 你是一个少女 站在操场上 喜欢的人正好站在你身后 小小的综艺舞台出现了电影般的表演 你是一名战士 出征前看看城门上的爱人 那刚才这一回头有三十集的内容在里面 鸡鸡跟他起来了 普通人的生活技能拍卖大会 谁最接地气 我觉得P图是一项人生技能 这个P图厉害了 这是我的一个百宝囊 酒店的飞机上的前台要拿的 就没有自己买过 普通人的心动歌单 哪一首更值经你心 普通金曲榜的前十名 大家要猜是哪些歌 我觉得黎歌 普通人是标不上黎歌的 恋RNG不可能没有 L O E P S L O E P 你们都不唱波罗波罗蜜的吗 波罗波罗蜜是什么歌 我们来揭晓 不会吧 究竟谁能问顶巅峰 我们是面对 好 在这里呢 我们谢谢大家 今天玩得非常开心 然后我们也更了解我们的爸爸了 那么今天我们干脆就以爸爸们的名义 来为我们孩子们送去我们快乐图书室的公益 那么本期呢 快乐大饼和芒果无一基金呢 会为陕西省安康市汉宾区霸河镇 勇敢小学来建立一间崭新的快乐图书室 这一次我们图书的需求量是2146册 那除了节目当中 每期我们都会保底捐赠的1000册之外呢 其余的图书我们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一起来为勇敢小学的孩子们加油助力 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8块钱就可以为孩子们贴一本新书 当然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去到快乐图书室 参加公益活动 可以下载快乐粉丝会APP来报名参加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为全民阅读助力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6月6号上映的电影 《最好的我们》 一起加油 同时也继续支持我们每期的新歌 谢谢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这样好 我们也期待我们超越的 我们的每一个综艺和你的所有出演的作品 谢谢大家 谢谢 以上就是vivo冠名的快乐老门 今天的全部内容 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您好漂亮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如果你快乐的话要看快乐大本营 不快乐的话更想看快乐大本营 美洲一道周四万神奇的汉子 大家不要错过 大家现在开心 下期再见 嗨 小朋友们好 我是飞羽哥哥 夏天到了可以开心的吃冰淇淋了 你们猜唐朝有没有冰淇淋了 答案就藏在我们祖先的餐桌这本书中 唐朝人喜欢野餐 在野外风景秀丽的地方 摆上大石岸堆满杯盘完盏 四者捧着苏珊送了过来 苏珊和我们今天吃的冰淇淋差不多 它最底层是冰 上面覆盖着奶类酥油 有时候还要染上红色果汁 插上花朵 彩树 当装食 冰淇淋虽然好吃 但吃多了会生病哦 小朋友们一定要记得 不可以贪吃哦